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错 大家好 上节课呢 主要介绍了数据库 不是比如框架中 数据库操作的统一接口中的 连贯操作 还有问号参数的意义 以及常用的连贯操作的一些 方法 比如说File的 Oder 还有Limit 还有Group Hiring 那重点介绍了Wire条件的 Wire方法的 存条件的十种方法 那这节课咱们重点看一下 其他的一些接口 当然呢 咱们还需要两节课 把它讲完 那这节课主要看 Insert Update Update Delete 以及 向后边的Cure UI 和下边的一些方法的操作 然后下节课咱们重点介绍R-Select和R-Delete 这个关联查询和关联操作 那好 我们先看一下Insert 在写Insert之前呢 我们先来 把这个维护一下 这上节课咱们做的内容 比如说 我查询 所有的记录 Select 然后呢 我要Order Order 按倒序排序 ID DSC 然后呢 取十条语句 Limit 要最后的 比如说 三条语句就行 咱们只要看一下效果 现在我们来刷新一下 看一下最后的三条语句 什么样的 是这样的 最后三条语 103 102 101 然后呢 咱们想做插入的话 咱们先做一个添加界面 Faction ADD 这个操作专门是调用添加界面的 里边什么也不需要传数据 直接Display 只要一个添加界面 好 那么我们在框架里边 在视图里边 Default 下面 User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添加界面 我直接剪写表单了 Form Action 让它提交给本模块的 Default Url 下边的insert 然后方法 咱们一定要用post 因为表单提交 通常都是用post 斜杠 Form 然后这里边有 Name Input 类型 等于文本的 名字 一定要跟数据库的对应 比如说 Name V6值 等于空 BR 然后年龄 Input 类型等于 TST 名字 也是 A V6值 等于空 BR 放行 然后性别 Input Input 类型等于 TST 名字 等于性别 V6值 等于空 再来一个 Email Input 类型等于 也是文本的 名字等于 Email 然后V6值 也是等于空 然后咱们再加一个 提交表单 Input 类型等于 Sub MIT V6值 等于 添加用户 好 这个表单就有了 我们来访问一下 我们第二个操作是 ADD 简单的一个表单 那需要把表单 提交给谁呢 提交给 这个地方 Vaction Insert 提交给这个操作来处理 那这个操作 我们直接P 打印一下 Doller for下号线 Post 我们看一下 数据 我们能不能提交过来 在这里边 我们写用户名 比如说Admin 年龄 30岁 然后性别 可以是中文 Email 是A Terry CC.com 我们随便填一些数据 看一下 那传过来的是一个 E为数组 包含了这些值 如果想将数据 直接添加的数据库 我只需要一条语句就可以 只需要 Doller for Z 这样 我们先做一个用户对象 D User 只需要这一条语句 Doller for User 里边的Insert 就能够将数据 默认不传的话 他默认会把这个数组 作为参数 传进来 好 这一条语句 我们就能将数据 插入到数据库 比如说我们刷新一下 好 这条数据 你看Insert 插入的表 这些微标值 已经进入到数据库了 那如果我们想写 更多的一些代码的话 我们只需要一个判断 比如说添加成功 我们要转到Index的 按照前面咱们介绍的 自动跳转 如果插入成功 那我们调用 Doller for this里边的 SUCCESS 这块写上 添加数据 成功 然后 当然一秒钟 这样的可以跳转 我们是甚至三秒钟 然后看一下 然后跳转到 本模块的Index的 如果失败的话 我们这可以写 Doller for this EROR 用户 添加 失败 然后 三秒钟 咱们 再调到ADD 直接再 重新添加 好 我们看一下 可不可以有这个提示 见面 我们后退回来 添加一个数据 年龄 性别 Email 数据添加成功 然后三秒钟 自动跳转回来 你看这就是刚才咱们添加数据 这是上一条咱们添加的数据 已经添加成功了 跳转到这个页面 所以呢 用框架里边这个接口添加还是比较方便的 那如果我这里边现在有这几种情况 我现在成功不跳转 我们只看一下它的插入语句 你看一下 当然年龄的话 必须是整数 你看这条语句 insert 插入了这四个值过来了 如果我表单里边有一个是空的 你看 年龄 性别 Email 你看插入的时候 空的数据是不组合四个语句的 因为空的数据不容易插 那就用表他默认的插空的方法 三个值 当然他转成的都是问号的参数进来的 所以空的不添加 那如果不空的话 比如说 你这个名称跟数据库不对应的 比如username username 那比如email myemail 这样的话 他也不会添加进去 后退回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假如说 Aaa年龄 111 性别22 email Aaa 看一下 虽然表单我们都传过来了 但是username和myemail 跟数据表不对应 你看数据表自断有id name 年龄 性别 email 如果不对应的话 只将对应的插入进来 所以大家写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如果跟表不对应的话 是进入不了数据库的 所以起表单的时候 为了按照规范 表单的name名 必须跟自断名相同 如果不相同 怎么办呢 你可以这样做 你可以在这里边做一个转换 相当于映射 那就麻烦了 比如name 再等于$下方线 post里边的username 有可能多此一举 但是有的时候 咱们需要这么组合 比如说 有个添加用户时间 如果有添加用户时间的话 时间是直接取系统时间 并不需要表单用户输入 那这个时候呢 就把系统时间 付给一个字段 然后就能加进去了 但是像这种 能对应的尽量去对应 你看 我现在就可以把名字 加进去 比如说 1上B 1上3 1上2 1 1 A 你看一下 你看 name字段就过来了 只是 一上B 而email字段没过来 所以大家在命名的时候 一定要规范 规范的话就不用写映射了 这是比较好的一个习惯 所以插入和更新 这个地方都是一样的 必须跟数据表对应的 咱们才能插入 如果全部写的话 看一下 那就什么 name默认样 第一个字段什么 插入空了 这个不是默认样字段插入空了 因为name我们这会有一个转换 你看一下 假如我把这个 再刷新一下 你看 就是空值 根本没进去 所有的值都是为空值 那他都是用默认值来完成的 这是音色的方法 那音色的方法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比如说现在咱们已经看到四颗语句了 那我把这个打开 表单我已经改回去了 然后 假如我添加数据的时候 你看 添加数据这里边如果带B标签的 斜杠B标签的 年龄 1144 这里边带 比如说 DIV标签的 斜杠DIV标签的 哈喽 或者带加数据标签的 你看这样 添加成功 过来 我们页面直接把它转成的是实体 在咱们框架 你看直接转成像LT这个 是直接转成了实体 那如果不转成实体的话 这为了安全转成实体 如果不转成实体的话 那假如用户这里边写个JS script里边写个位置 比如location等于什么什么页面 那有可能别人一访问的页面 直接跳转到 他指定的一些不健康的页面中 这样的话就很危险 所以呢 有用户输入的地方 就是不安全的地方 所以呢 不要相信用户输入的数据 都是正确的 一定要限制他数据输入 都是正确的 所以咱在框架里呢 为了安全 也为了防止色谷注入之类的 把所有的这里边输入的东西 全部给过滤了 让它都是一些合法的数据 比如说就像刚才他说的 数二天标签就会把它转成实体 这都是为了安全去考虑的 那假如说我不想让它是实体 有一些 比如说用工具去插入的一些数据 假如说H1 斜盖H1 如果比如email 使用一些像CK actor 那工具已经帮我们转成实体了 如果我们再转就会出错 那像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用第二个参数 比如第一个参数 咱们可以传空 如果传空或者假值 其实就是用$下面post的 你也可以手写$post的 这第一个参数 第二参数 如果传个真假值 比如说传假值0 那就是所有的都不过滤 什么叫所有都不过滤呢 看一下 M D 咱们看一下云内码 你看 B和H1 没有转上这种实体的格式 这样的话 咱就可以用框架不处理它 只要第二个参数传假 这是框架就不处理 那有的又问了 说 我如果只处理一部分怎么办 假如这里边 我只将 email的处理 名字的不处理 性别的不处理 怎么办呢 咱们也有办法 只要你第二参数 不是一个真假值 是一个数组 数组里边写哪个字段 比如说年龄 email 那 写几个字段 哪个字段就不去处理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B标签 一张W 鞋盖B标签 年龄 111 性别 email he r 鞋盖 he 我现在是看一下 是年龄和email不处理 所以年龄和email 根本就什么都没过滤 但是呢 性别和名字是过滤的 你看添加 看一下 跳转过去 之后看一下原代码 你看这里边 名字处理了 这个没处理 所以你想哪个 不用框架去帮你处理 保持原样进入 那你就在这里边 写上哪个字段 当然 insert还支持第三个字段 第三个字段呢 是咱们下下 也可给大家介绍的 自动验证 开启自动验证 那这样的话 咱们就可以对表单 输入的数据 框架来帮你完成验证 而不用你自己去写 大量的验证代码 这就是insert需要注意的 咱们看下这insert方法 因为insert方法 你不用跟wine 条件去组合 也不用跟其他组合 所以insert一般的 连贯操作的方式 咱们用不上 它就像数据库 增加一点语句 只要为该函数 提供正确的新增 所需要的数据 是一个数组 就可以直接查出数据表中 通常都是在空中期 接收的表单 传过的数据 再在空中 调用model类的一些方法 帮我们完成 需要注意两点 第一点 所有的分表单 贴要方法 最好是用post 你要不用post的话 咱们就得做映射 把它转成一个数组 在第一个参数 传进去 第二个 每个表单项的名称 一定要和数据表单 自断相同 只要相互对应的项 才能进入到数据表 另外呢 还有第三个参数 就是后边咱们介绍的 自动验证的 如果没有提供第一个参数 默认将post作为第一个参数 也可以直接将post数组 作为第一个参数传递 当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 需要组合一个数组 在第一个参数中传递 那下边就是一个例子 post数组是这样的 然后直接 比如组合时间 然后它形成这样的色合语句 在insert方法中 内部有一个处理 会将传递过来的post的数组的下标 和表的字段名称进行匹配 如果成功的说明表单项的名称 数据表字段相同 比如说像这个 sob等于注册 那下标呢 sob呢 就不是一个字段名称 所以呢 在足色一段时候就会去掉 那第二方法就是过滤 如果默认之是一 就是真值就可以 这个参数决定是否将表单 传过来的数据进行过滤 因为表单是黑客攻击的主要入口 所以为了防止用户输一些不允许RTM标签的恶意的加速块代码 在insert中使用了PRP内置的两个方法 它进行了处理 那不仅将RTM转成了RTM实体 同时去了表达成单眼号双眼号 添加的一些转印符号 那如果是传零的话 只要是假值就可以 那关闭这个过滤功能 如果是一个数组 作为参数 则数组中的元素为表单的名称 则可以部分关闭 还有insert方法呢 第三个参数是咱们下几个当时要讲的 默认值是零 也就是假值都可以 这个参数决定了是否能自动验证 如果穿1的话 就会有个插门文件 就会自动验证 这是下几个课咱们介绍的 另外最主要的insert方法 插入成功返回最后增长的自动ID 如果表里边没有自动增长的ID 你插入成功就会返回真 这点很重要 那就是说返回自动增长的ID有什么用 比如说如果两张表是有关联的 那你插入第一个表的时候 那第二表需要用到第一个表刚刚插入的ID 再能插入新的记录 因为用这个ID作为外件嘛 所以呢返回的ID就可以直接放到下一个表里边继续插入 所以呢返回自动ID在表关联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 那在ID肯定是从零以上的 只要插入成功返回的是整数 那它也是能代表真来使用 那如果插入失败 那肯定就是返回假 这个方法是内部是这样的处理的 那咱们再来看一下 update方法 update方法的用法 比如说这里边写一个 我也直接按干台的页面写一个修改页面吧 faction mod 直接调用 这次里边的display 调用一个修改页面 但是在调用修改页面之前 我们先把数据 这次里边的 ss sign分配一个 分配谁过去 直接分配 你看这个 咱们讲此话的说过 可以支持一个参数的 将 user里边的 find 假如说 $下号线 get id 这样的话 你只要 一这么做 那它这块是一个意味速度 意味速度的下标 会作为分配变量的下标 是会自动分配过去 然后显示这个模板 这样的话 咱们在模板这块 删掉 这两个没用 咱们删掉 我们就可以干嘛 比如复制一个 mi mi od 这里边提交方法 当然就是到update里边 update里边 然后放uphost 这块就变成修改用户 修改用户 我把这个 查找的id的值 放到这来了 所以直接在这块就可以 $ name 大乐福年龄 大乐福性别 大乐福email 如果要修改的话 你最好把 按这条id修改 id还不想显示在页面上 所以一定要加一个 hid的隐藏表单 name等于比如说 id 值等于 咱们也把这个id传过来了 大乐福id 你看一下 这样的话 咱们来调用mod的时候 在39行 咱们出了一个 凑 内加分号 如果你不传id的话 那当然值就传不过去 值传不过去呢 这里边呢 就使用 默认的这个 就是最后那条记录 犯的嘛 那如果 咱们这里边传一个id等于 比如说 13 你看 这是13那条记录 如果id等于15 当然13 15是一样的 150吧 没有id是150的 如果有的话 比如说id是100的 那你看 把100的就拿过来了 所以咱们在做链接修改的时候 这通常通这条 也就是调过来 然后他提交 提交到谁呢 update 比如提交到这个方法里边 那在这方法里边 我只要用p 打印一下 dollar post 你看一下 只要打印dollar 下面post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交过 一点修改 id是100的 这些都提交过来了 那我们在这 如何做修改呢 很简单 只要用这一条语句 dollar 这块也做一个user 等于 d user 跟刚才的方法一样 如果dollar user里边的 update 更新 如果更新成功的话 这块就提示 success 修改成功 然后 比如说两秒钟 咱们跳到 修改成功index 否则 如果修改失败的话 咱们这块可以写 dollar for this 里边 er r or 修改 失败 然后 三秒钟 比如说到mod 一面 但是到mod 一面 你还有一个问题 修改失败的 是不是还得 将这个数据 回到原数据 这不有get i的传子参数id 吗 所以你最好在这块 访问的是 按照前面 咱们介绍控制器的方法 user 模块下的model 然后把id等于 相信post里边 传过id 再传回去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这话还能介绍这个id 还能保持这个记录 比如说 咱们在这块后退一下 100 如果再没有改 这个方法 有一个特点 这个update的方法 如果数据没有被影响 行数 就原数据没变的情况下 那他肯定就返回什么 返回没有 他返回的是影响行数 修改之后才有影响行数 如果数据没变 是没有影响行数的 没有影响行数的话 那就是假 你看是假的话 修改失败 然后再跳回来 你看硬能把id等100 带回来 那比如说改成993 好就修改成功了 你看到这个页面 但这块没有把那页面读出来 这就是修改的一些操作 默认这里边就post的 那他组合成的语句 你看一下 他会把id提出来 自动去组合 把主件提出来 你看这里边 比如说修改成994 比如说改成9吧 你看下边语句 更新表他设置名字等于他 年龄等于这个 会自动把id提出来 作为条件 所以说 咱们平时在写更新表的时候 假如说不这么做 假如说想更新部分数据的话 你直接里边带个主件 假如按主件更新的话 就可以了 比如dollarferuser里边 update 更新里边传个数度 你看这里边 如果是id主件的话 id等于是100的 然后这里边年龄 让他更新成60 看一下 性别更新成 女 nv 这样的一条一柱就可以了 如果直接按id去更新 只要是刷新一下 看下边 更新年龄60 id等于100的 如果你是不按id更新 按其他的值 比如说id大于50圈更新的 那你就在这里边 数组还是这么写 你只要加个wire条件 假如说我这id还是等100啊 你删不删都行 你只要加个wire条件 咱说wire条件可以跟他组合吗 比如wire条件 我将id是 13的 45的 67的 三条记录 改成这样 那他如果加wire条件的话 这个主件是不修改 就会自动去掉 当然你自己删掉也可以 你看这样的宇宙会组成什么样 刷新一下 看一下 更新年龄 是60 性的这个wire条件 id在这个 所以你只要加wire条件的话 你可以这里边是 就更新的值 他就会组成sit后边的那些值 什么年龄等于什么 性命等于什么 但主件会自动去掉 如果加wire条件的话 不加wire条件的话 就按主件更新 当然这条语句 你这么写 也是一样的 不写主件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640 你看 效果是一样的 当然wire条件 就按sit和咱们讲的 你可以任意组合 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语句 比如说update 假如说我想 将最后插入的五条数据 最后插入的五条数据 比如说这块 我写个wire条件 id大于零的 id大于零的 将最后五条数据 年龄都更新 这个性别都更新 这个可不可以呢 那最后五条 怎么写最后五条 那肯定是跟orderback limit去使用 所以这里边是可以的 你看 ordr order 按id到序排序 id desc 到序排序 然后我只要五条 limit 五 这样的话 就能将最后五条 的年龄更新成这个 性别更新成这个 咱们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看一下语句能够组合 看一下这块 update 更新这个 wire条件id大于零的 orderback 倒序 五条语句 其实这块咱们就是 仿这个写的 mySQL -u root -p 123456 酷使 细说 peerpd 你看一下 直接问号 update 你看一下帮助 问号是看帮助的 只要是这里边 问号帮助能支持的语句 咱们框架都支持 所以这回你就能理解了 咱框架的功能能达到什么程度 就跟这个帮助一样的 比如说 还有delete 怎么后边有讲的delete dlet 只要这里边能用到的语句 规定我们能使用的语句 咱们在框架里边基本都能使用 那还有一种情况 还有什么情况呢 更新语句 如果我想设置 比如说这年龄 在原来的年龄基础上加一怎么办 那也一样 user 看一下 比如说wire条件 是id等于比如说13的 怎么办呢 update 如果这里边你直接传字无串 那就会组合成这样的语句 update 更新表 比如说user这表 set 你括号里边如果是字无串的话 写什么就会组成到这什么 比如说我写上 年龄等于年龄加一 那这会就会写上年龄等于年龄加一 如果不是数组的话 是一个字无串的话 然后后边加上wire条件 是id等于13 你看这样的语句会不会形成上面的语句 你看一下 设置年龄加一条件是id等于13 所以就是更新语句 其他的用法像过滤啊 或者什么东西跟插入都是一样的 比如update 你看一下 该方用于更新数表的记录有三个参数 那么来一下 你看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和第二个参数 和insert方法中两个参数是一样的 用于设置表单过滤和设置自动验证 该方法可以一组件作为条件更新一条记录 也可以自己设置条件 同时更新多条记录 还可以设置更新特定字段 比如他结果上update的有几种方法 第一种常用的方法更新一条数据 那只要在数组里边第一个参数 用这就行了 其实咱们重点都介绍过 刚介绍过 看这块 这里需要注意表单中一定要有一个对应的表的主件 直接更新的 第二种 通过ware条件的方法 你加ware条件这里边就不按主件更新了 第三种 有两种方法 可以在他方法更新指定字段 比如说计算一篇文章的访问数啊 等等 那你就是ware条件 id等于五的 年龄等于年龄加一的 那就形成这样的语句 另外update和limit 可以跟limit order by一起做过使用 比如说刚才说 更新最后五条语句 将这更新最后五条语句 将性别改成女 update 直接可以 update成功返回影响的记录行数 没有一样行数可以作为假值使用 如果没更新就可以作为假值使用 这是这个 update的方法 当然也有第三个参数 第三个参数呢 就是咱们自动验证和插入语句是一样的 来咱看下delete语句 delete呢 可以跟刚才的 limit order by 比如删除最后插入的五条语句 可以跟 不仅跟ware条件 跟limit order by都可以组合使用 这个 但常用的一般都删除一条语句和多条语句 比如说 我再修改一下这样的列表 这个列表 我后边再加一个字段 td 加一个 删除 斜杠td 我只要加一个链接 ahif等于 斜杠a 定用到 到某模块下的url 下边的 比如 下边的del去删除 但是我把得把id 等于user.id 我得把这个id 得传过去 这样的话就知道删除的是哪个id 这是删除一条语句 当然了 删除的时候 为了误删除 必须得加上 什么 防止 误删除的 retain 确认块 it url retain 删除 cn frm 你 你 确定要删除吗 好 那这个方法 直接把id 提交给谁啊 会提交到 比如说 咱这里边有一个dl的方法 会提交到这里边 那在这里边呢 只要我做一个user 等于d user 连接数据库的这个表 然后 直接调用 user里边的 dlet 加万条件和块是一样的 比如说 dl 下方线get里边的id 这样就可以直接删除了 然后咱可以判断一下 如果删除成功的话 删除成功 咱们也不用提删除成功 直接跳转就行 咱们用这次里边 比如说 redact 直接跳转到 本模块的index 如果删除失败的话 咱们直接提示一下 你有错误 eror 删除 失败 删除失败 然后 一秒钟 可以给他看一下提示消息 再跳到index界面 这样的咱们看一下能得删除成功和删除失败 当然这个表的话 最后30条吧 10条吧 最后10条记录 咱们看一下 直接到用户下边的index 看 假如我把114条删除 一点删除 你确定删什么取消就不删除了 确定要删除 确定 你看直接跳转过来114就没了 当然我上面那个P记录可以不打印 这样的话你看着能更明显一些 好 你比如删除这个删除 确定删除吗 确定 删除 确定 一条记录就删除了 那如果有多个删除 咱们也可以写 比如说 在前边我加一个复选框 外层加一个是表单啊 外层加一个form form action 提交到 假如是交到同一个方法里边 url下边的也是dl 方法 meth 方法等于用post的提交 斜盖 form 在这块来一个删除按钮 input 类型等于 submit v6值等于 删除 看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块 删除的时候 怎么删除呢 这里边我加一个隐含块 td in 斜盖 td 就加在这个位置就可以 然后加个input 类型等于 che ck byx 负选框 然后呢 名字等于 id 送过号 这样的话 他能形成数组的格式 微留值就等于 传过来的 dollar for user里边的id 好 我们最后再看一下 前面就有一些付选框 我删除按钮 写在那个 表格的后边 这写在表格的上边 这样按钮就在最下边了 删写一下删除 你看 我选中的 这些 一点删除 让他删除多个 但是这个删除失败 为什么呢 因为我选中的id没有传过来 那在这里边 我只要这块 做一个 只要是一个id 不管是一个还是多个 我在这会儿 只要判断 dollar for id 等于 探号 empty dollar for 下方性post 里边的 如果post里边有id 那我这个id 就是dollar for 下方性post id 那这个呢 是一个数组 会有多个id值 多个id值 传这外面条件里边呢 肯定是删除多条记住 如果否则的话 是一条的话 get id 这样的话 咱们这一条语句 或者把这个 直接传到delete里边 就可以用一个方法 既删除 单个又删除多个 最后来看一下 比如删除单个 可以 这都可以 看一下 那假如说我删除多个 从100以上的 我全删掉 比如留一个111 你看 100以上到110 全删除了 当然这会儿 你也可以写一个提示 你要不写提示的话 用误物操作 直接删除 怎么写呢 on sub mit on submit t交的时候 return con firm 确认 你确定要删除 这些用户吗 这样的话可以拦一下 省着用户无操作 但下面你可以用gis边 也能全选翻选的 看 你得删除 当然我没刷新 现在删新了 确定 一点删除 你确定删除 取消就不动 如果想全删除 那就可以删除掉 好 这就是 咱们这几课主要讲的三个方法 咱们这几课就不往下讲了 就先看一下这三个方法 那下几课咱们再介绍 其他的那些方法的一些应用 然后大下课咱们去看一下 官邻操作 官邻操作 好 这几课咱们就 时间关系咱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人生自古 谁无死 男生再学 PAP 孙 当作人爵 死 一学 PAP 垂死 冰中 金座起 今天还要学 PAP 少壮不学 PAP 老大 图伤悲 洛盈亲友 如相问 就说我在学 PHP 春年 不学巧 处处 学 PHP 在听愿做 比面 在听愿学 学 学 PHP 众里寻他 千百度 不难回首 那人正在学 PHP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